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月球车启名玉兔 为地月之间的终极卫星启名雀桥 这些名字来自五千年文明的基点 尽显独特的中国式浪漫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 历经二十个春秋 我国探月工程突破创新 奋起直追 自主完成了绕 落回三步去 六战六截 在月球探测的国际赛道上脚踏实地 行稳致远 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了月球的背面 2023年 探月四起工程稳度推进 中国航天再次踏上星际探测新征程 我国探月工程经历了哪些振奋人心的时刻 获得了怎样的科学发现 探月之旅有哪些值得打卡的装备与技术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暑期特别策划 科学打卡犹太空系列节目 今天 特邀尚嫦娥八号任务总设计师吴赵宇 带您打卡我们最近的宇宙邻居 月球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甲堂 跟大家一起科学打卡犹太空 我是嫦娥八号任务总设计师 裴赵宇 本次月球之旅由我带大家一起探索 裴赵宇 探月工程四起嫦娥八号任务总设计师 他在中国探月工程领域工作20年 参与组建探月工程管理体系 亲历了嫦娥一号至嫦娥五号历次任务 解决了大量探月工程研制 建设 实施中面临的重大技术与管理问题 主持了国际月球科研战等重大课题 月球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天体 可是人类对月球的认知还非常不够 就像我们一百年前对深海的认知一样 那个时候人类不知道深海有什么 没想到还真有不少东西 更没想到人类还真有能力把它开采出来所用 所以我们说要把月球看成一个人类未来的发展空间 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在上世纪就已经在开始进行 月球探测的先期研究 到了本世纪初 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国家航天局局长华恩杰 就组织我们中国的航天专家 月球科学家来论证将来月球我们怎么去探测 有了科学目标 怎么实现就成为航天工程师的责任与使命 华恩杰找到中国最早研究月壤的科学家欧阳自远 探讨相关工程问题 而关于太阅工程总设计师的第一人选 华恩杰认为非孙家栋莫属 孙家栋是两单一星功勋奖章 与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当时三位科学家一拍即合 确定了绕月探测 落月探测 需要返回三大步骤 华恩杰将之概括为绕落为三步走 那么如何走通从地球到月球这条天路呢 嫦娥一号首当其冲 下面我们就到今天的第一个太空旅行打卡点 探月先锋嫦娥一号移探究竟 04年1月23日 我们把这一天嫦娥一号立象 作为我们深空探测大幕开启的那一天 对于当时的嫦娥一号来说 我们面临着三大的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奔向月球 要走通地球到月球这样一条天路 轨道的设计和轨道的修偏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因为地球去月球比较远 那么在地球上出发时 一点点偏差 到了月球就会积累得很大 也就是差之毫里六以千里 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月球 如何去月球 也就是工程上的轨道设计 是我们当时不太放心的一件事情 从事轨道设计的同志 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的研究 他所设计的轨道是一种比较稳妥的轨道 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 大家都是什么呢 都是怀着一种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心态 可是我们这个专家说 他仿佛算过了 没问题 但我们还是组织了三个以上的单位 进行了背靠背的符合扶算 最后大家都认可 他所设计的轨道是合理的 可行的 通过这件事 可见我们的老专家 对轨道的认识 其基础是深厚的 对自己所做的工作 是负责而有信心的 我们发射很准确 入轨很准确 在整个绕地飞行的调向阶段 和地跃飞行阶段 都实施得非常精准 准确地从地球奔向来月球 所以说月球及深空的轨道设计这一关 我们算是过了去了 第二个困难就是到达月球附近之后 怎样才能成为一颗月球卫星 这就要进行月球捕获 因为卫星在到达月球附近的时候 它的速度大于月球的逃逸速度 所以要给它减速 逃逸速度就是 你大于这个速度 你就会离开月球 飞向其他天空 在卫星刚到达月球附近的时候 它相对于月球飞行的轨迹 是一个双曲线 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减速 使它逐步地往回收 被月球捕获 我们说要进月之动 也就是要踩刹车 为了稳妥起见 我们进月之动实施了三次 第一次是将卫星 由相对于月球的 双曲线运行轨迹 通过减速成为一个大椭圆 然后第二次 我们对大椭圆进行再一次的减速 使它成为一个中椭圆 第三次我们把它再次减速 调整为环绕月中两极 高度为200公里的极月圆轨道 这也就是嫦娥一号 的工作轨道 或我们叫使命轨道 第三个难点就是距离远 要把探测到的数据 传回到地球 由此带来的测控空心能力 就是巨大的挑战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想的是通过建设 一个18米天线来解决 等于是在地面 增加了一个 灵敏度更高的一个设施 就好像两个人对话 如果声音小的话 那么可以把耳朵的灵敏度提高 也能够保持双方的通信 这是嫦娥一号获得的 中国的第一张全月图 这张图在当时在世界上 也是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 国外有很多图 有些是因为拍得不全 有些或者是分辨率不高 所以这是当时发布的时候 是世界上最全的一张全月图 有了这张图 我们中小学的学生课本 就有了中国的月球图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要研究月球 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手数据 在我国的太阅工程中 有一个特殊的概念 叫主分星和备分星 单号为主分星 双号为备分星 如嫦娥二号 就是嫦娥一号的备分星 嫦娥四号 是嫦娥三号的备分星 那么备分星究竟起什么作用 它们和主分星 是完全一样的吗 让我们来到下一个打卡点 嫦娥一号的备分星 嫦娥二号 体会一下备分星的逆袭之路 在我们研制嫦娥一号的过程中 当时中央领导 对我们的研制工作非常关心 为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之处 我们工程的领导汇报说 我们目前只有一件一心 没有备分 中央随机做出了决策 为我们批准增加一件一心 作为嫦娥一号的备分 但是在嫦娥一号圆满取得成功之后 嫦娥二号如何使用 我们是想了很久的 既不能做重复的事情 又不能够对嫦娥二号进行大的改动 经过一年左右的论证 确定了将嫦娥二号作为探阅二期的先导星 为即将着陆的任务 进行预选着陆区高分辨率的图像拍摄 同时开展其他一些技术实验 嫦娥二号在圆满完成 环绕月球的探测 获得洪湾地区高分辨率图像之后 它等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但是还有很多推进剂 还有富裕的能力 我们想干什么呢 就想到了要去这个日地拉格朗日二点 1772年 数学家拉格朗日推导证明出 卫星受太阳地球两大天体引力作用 能保持相对静止的点 一共有五个 L2点是其中之一 它在距离地球大约150万公里的地方 因此被称为日地拉格朗日L2点 在这个点上 卫星消耗很少的燃料 就可以长期驻留 而且这个位置 也是观测太阳系的理想位置 具有重要的科学探索价值 也是国际深空探测的热点 3月2号在日地拉格朗日L2点 工作了半年左右 还有能力 我们想干什么呢 就去对小行星进行了搜索 一搜索正好它发现了 土塔提是小行星 它要来 同时这颗小行星 当时是被认为 对地球有潜在风险的一颗小行星 我们就迎头而上 又给它设定了第二个拓展任务的目标 就是去到距离地球近700万公里处 与从附近飞过的土塔提是小行星 进行交汇探测 但是交汇的最近距离达到了3.2公里 我们拍到了土塔提是小行星 非常清晰的光学影像 但是我们没想到能拍这么清楚 因为我们拍这个小行星的时候 是用了长二号的一个监视相机 我们的监视相机居然能够拍得这么清楚 那确实是比较惊讶 因为这个小行星很小 像一个土豆 它的长轴大概是4公里 短轴大概是2公里 所以长二号 它实际上是一次发射 开展了月球 日地拉格朗日二点 和土塔提是小行星 三个目标的探测活动 很多来看我们当时现场的人 就说你们这个辈分心 玩得很好 很漂亮 但是我们觉得一个辈分心 能够把拓展事业 做到这样的成果 确实是感觉到 发挥出了最大潜力吧 那种物尽其用的感觉 还是很美好的 绕月任务圆满完成 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落月 2013年 嫦娥三号带着我国首辆月球车 玉途一号造访广寒宫 实现月面软着陆 嫦娥与玉途互拍流影 一时传为佳话 这是我国航天器 首次降落在地球以外的天体 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实现月面软着陆 和月面巡视探测的国家 从此 月球上真的有了一只玉兔 玉兔月球车的设计师 曾用四句话形容它 肩插太阳翼 脚踩风火轮 身披黄金甲 腹中密气多 接下来就让我们到下一个打卡点 玉兔月球车 去看看这只兔子的传奇一生 月球车的行走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移动方式 比如说有铝带式 有轮式 还有腿式 综合起来来看 轮式既有较好的越战能力 也有较好的脱线能力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轮式 我们选择了六轮 其中前后左右四轮 是可以独立转动的 而中间两个轮是没有转向功能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原地打转 我们车轮的外圈 是用不锈钢丝编织起来的 这样的沙子就可以很容易地漏下去 石块也不容易进来 即便进来之后也很容易就脱离 所以这种结构 是针对越面的这种有小碎石 有沙粒这种地貌来设计 不同于遥控车在地面的行走 它在行走的时候 有两个因素使得它的速度很难快起来 一个是那里没有路 它的行径路径 我们要通过它拍摄的 单时单地的越面的地形地貌 在地面上进行地形地貌的重构 然后地面工作人员要根据这个地形地貌 去为越球车规划一条行径的路径 再传送到越球上 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 将来我们会提高越球车自主的能力 第二个因素是越球车是要进行科学探测的 每走一小段路 它就会停下来 打开它的各类科学仪器 对这个感兴趣的月表物资 进行多种方式的科学探测 这也需要时间 所以越球车在越球的行走 它是一个深度游 但是突然有一天晚上得到信息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晚上一点多钟的时候 说玉兔出现了问题 我们很快地就赶到了现场 当时的越球车出现的是通信问题 也就是说玉兔的中央控制单元 与驱动单元之间的通信不正常了 中央控制单元就像我们大脑 驱动单元就像我们的手神经 脚神经 所以等于是大脑不能正常控制手脚了 当时的状况就类似于这样的状况 当时听到玉兔出问题的消息后 工程的领导 各个专业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到了飞行控制大厅 大家按照各自的专业特产 开展固障的分析工作和对策的研究工作 经过多方面的分析和尝试 也未能将这个固障给予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玉兔一号就要被迫以不加保护的状态 进入到第二个月夜 因为月球的光照期和月夜期各是14天 所以当玉兔一号所处的位置进入月夜之后 它就要连续14个地球日无光照 温度会降到-180度 那在这样的低温下 绝大部分的电子元器件会失效的 等到第三个月昼的时候 我们突然收到了 玉兔从月球发来的信息 说明它当时呢 应该还是活着 但是已经不能分辨它 发来的信息是什么内容 当时是想了很多办法 包括不断地注入各种各样的指令 来尝试能不能够打通 中央控制单元和驱动单元之间的通信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未见到希望的结果 后来呢 我们对它产生故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大概率地认为是 它在行径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 这些障碍可能导致了 它某个电缆的破损 造成了现在的这个故障现象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 再过了一年左右 我们就停止了 跟这个玉兔一号的联系 长河三号是一个落月就位探测 和月球车巡视探测 相结合的科学探测方式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有个别载荷 还依然能够工作 应该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辈分心 作为替补队员 它于2018年成功升空 别看是替补 但嫦娥四号却实现了人类探月史上的突破 首次在月球背面成功软着陆 并携带了一只被戏称为二兔子的玉兔二号 完成了两气互开 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中国航天器的工作帐 继续更深层次 更加全面地探测月球地质资源等信息 接下来我们就到下一个打卡点 嫦娥四号看看这位创纪录的超级替补 是如何工作的 为什么会有月球背面 因为月球和地球彼此的引力会有潮汐作用 这个作用使得月球相对于地球的公状 与其自身的自状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在地球上看来 它对着我们的总是一个面 而另外一个面永远我们在地球上是看不见的 要实现月球背面的软着陆 首先要解决与月球背面的通信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需要发射一颗中继星 确巧我们把这个中继星放置到了地月之外 距离月球大约六万公里的地方 在那个点可以时时刻刻保持对月球背面和对地球的可视 能够实现月背与地球之间搭起通信和桥梁 有了雀桥我们在发射长河四号 它在雀桥的支持之下 在2019年的1月3号顺利地落到了月球背面 成为人类首个软着陆 到月球背面的寒天器 探月工程三步走的第三步就是回 也就是实现无人采样返回 因此肩负这一任务的长河五号 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月球带或小能手 由于长河五号探测器总重量高达8.2吨 所以需要我们被戏称为胖五的载重王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带上太空 但是没想到2017年 长征五号进行长河五号发射任务前 最后一次实战演练时出现了意外 下面就让我们到下一个打卡点 带获小能手长河五号 一起体验一下它曲折惊险的探月之旅 我们当时正在现场 应该是19点23分 发射的大概到了346秒的时候 我们在显示器上看到位置的高度的曲线 和这个速度的曲线 都开始偏离了理论曲线 当时感觉麻烦了 希望这是测量的故障 而不是真的出问题了 可是这个偏离情况越来越严重 周边的人也都屏住呼吸 不说话了 大家相互看着 心中好像有种互相 那种状态是什么呢 感觉到出问题了 但是还心存侥幸 希望这是测量的问题 而不是火箭真的出问题 但是这个偏离一直在持续 到后来呢 幸好没有了 火箭坠入海中了 那个时候我们左右 黄抗 大家是面面相去 都知道出问题了 但是谁也不愿意把它说出来 但是我就感觉麻烦了 而第一个麻烦的 就是苍鹅五号 今年的发射 肯定是不行了 第二个呢 火箭的长海落入了海中 没有长海 我们要进行故障的分析 提出解决措施 这些工作 将变得 更加麻烦 长征五号是目前我国火箭中的载重王 也是中国运载火箭 实现升级换弹 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它的发射失利 十分遗憾 发射团队彻夜难免 连夜判读摇测数据 发现是其中一台轻氧发动机意外骤停 可是 同样的发动机 之前使用完全正常 这次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这里是航天科技集团的一个试车厂 试车 是检验发动机工作状态 最直接的手段 我国科学家试图在试验中 找到故障的蛛丝马迹 研制团队制定了54个排查模式 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排除 经过200多天的反复排查 地面试验终于复现了火箭发射失利的那一幕 原来是发动机里的一个组件出现异常震动 导致发动机局部结构发生异常 胖武这次发射失利的原因基本查明 接下来就是重整旗鼓再次出发 长征五号研制队伍整整花了908天时间 才实现了火箭的成功复飞 这位长征五号火箭投入正式任务 奠定了基础 长尔五号任务应该说是当时 我国航天中最为复杂的任务 它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月面采样 如何能够确保采得到样 如何能够获得更多样性的样品 是我们在当时要去实现的愿望 所以我们提出了两种采样方式 一种是转取 要通过向月表的深部进行打转 来获得带有月球的地层信息的月球样品 一种是表取 就是在月球表面通过敞挖的方式 来获得表面的月球样品 有了这两种方式 我们既提高了采样的可靠性 也增加了月球样品的多样性 当时我们论证的时候 提出了两公斤的采样量 其中预设给赚取的是0.5公斤 预设给表取的是1.5公斤 在月面实际工作赚取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当时我们在现场 看到这个赚进的过程 赚到一米左右吧 看采样仓数 赚进的深度 它不再往深走了 而且转动的功率需要加大了 我们预计是碰到了石块 我们又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说先回转 再进转 试了几次 还是很难下去 这时候我们提供它的功率 已经快接近我们的额定功率了 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决策 就是停止转进 将已获得的赚取样品 收回到样品容器之中 然后开始表取工作 表取工作整体来说 进展得比较顺利 我们大概进行了12次 就获得了大约1.5公斤的 表取样品 我们在选择嫦娥5号 这个采样区的时候 对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 物质分布进行了分析 通过撞击坑统计法 而我们分析这个地方的形成年龄 大概是20一年 所以想在这个地方进行采样 长5号采到的样品 回到地面之后 我们组织了科学家 开展研究 这个样品是来自月球的月曼 而不是其他的地方 转机建设过来的 月曼之所以能够上到月球表面 那是因为有月球的火山活动 所以由此证明了 月球在21年前 仍然还存在火山活动 这样过去说的月球 31年已经死了 这一结论就要改写了 还有一个难处 也就是取样返回 这时候交汇对接 由于上升器的重量 远远的小于轨道器的重量 如果我们采用碰撞式的 对接机构 去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的 对接的话 那可能轻轻一碰 上升器就飘走了 所以我们用暴爪式 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轨道器这边 装了三套这样的暴爪 我们在上升器那里 就装了三套的合作目标 通过暴爪抱住三个杆儿 然后拉紧 这样就完成了稳稳的对接 在对接时候 我们需要把上升器 所携带的样品容器 转移到轨道器 所携带的返回器的肚子之中 那我们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叫做脊爪式这样的转移机构 它就像毛毛虫一样 通过这个脊爪的来回伸缩 就把样品容器从上升器中 悄悄地就转移到了返回器之中 然后我们合上返回器的顶盖 这样完成了样品的转移 最后一个难处就是载入返回 因为载入地球的时候 其初始速度达到了将近11公里每秒 我们平时地球轨道的载入速度 是7.9公里每秒 这多出来的3.9公里每秒 就会对我们返回器的状态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个是力的影响 这个力的冲击要比7点几公里要大很多 第二个是热的影响 由于这个速度高摩擦大 产生的热的量也会增大 我们就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我们采用了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通过打水漂的方式 使这个返回器通过两次载入地球 来实现分段减速 当它第一次以11公里每秒速度进入的时候 经过地球大气的时候 会给它一个减速 然后让它再飘出这个大气层 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降到了7.9公里能量 等它第二次载入大气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打水漂的方式 通过两次减速来实现缓解力的冲击和热的影响 实现了任务的圆满成功 非常巧的是 长尔五号有一个五个五的巧合 就是探测器 叫长尔五号探测器 火箭是长征五号火箭 同时它还是这个火箭的第五发 我们是在海南五指三下文昌发射场实施的发射 我们还将五星红旗在月面上通过展开的方式来展示出来 长尔五号的成功标志着绕落回的圆满收光 它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的月球样品 而我们沿着队伍怎么解读1731呢 他们说这是17年的历程 三步走的规划 汇旧了一张蓝图 任务成功之后 有网友找出了2005年的一张报纸 那报纸上当时各国都公布了各自的月球探测计划 大家都是雄心勃勃的 但是呢15年过去了 只有中国按照当时公布的计划 一步一个脚印 圆满的按时完成了美食任务 所以有网友这样调侃 大家一起吹吹牛 你怎么就担真了 17年的时间 探阅工程六战六劫 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战略目标 嫦娥还将继续飞天 为建设我们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突入 嫦娥六号 七号 八号都已排成日程 在2030年前后 我国将建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打卡点 未来的月球科研基地去看一看 2021年中央批准了探阅工程四期 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的任务 我们将两条腿开始走了 一是无人月球探测 要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另外一条就是载人月球探测 也已经正式启动了 然后我们想有人和无人的月球探测 要进行有机的结合 再往后到2050年 我想我们应该建立更加实用的月面设施 比如说月球基地 月球工厂 月球实验室 在已经批准的探阅工程四期中 是包含了四次任务的 包括嫦娥六号 七号 八号 嫦娥六号 本来是嫦娥五号的备份 它的任务也是采压返回 但它也准备换个地方 到月球背面去采压 再一个就是嫦娥七号 它的目标是到月球南极 在极区的一些高地上面 就可能存在几十天 一二百天的连续观照 但反过来 它可能也会出现几十天 三百天的连续阴影 甚至有一些钻基坑里头 是一年四季不见阳光的 叫永久阴影坑里头 而那些地方呢 专家们分析可能存在水平 所以呢 开展月球南极探测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去水平中找水 目前嫦娥八号 已经完成了方案的优化工作 将来呢 它会落到月球的南极附近 一方面是跟嫦娥七号 来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另一方面呢 它将作为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先导任务 它的着陆点 将是未来科研站的着陆区域 我想这样的一个科研站 它还是一个试验性的月面设施 将来我们通过这个科研站的建设 积累建站的技术 再往后 我们就要建设 实用型的月面设施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月球背面 建设 射电天文观测站 射电天文观测站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用它来观测地球的电磁场变化 大气层变化 地球板块变化等等 都是非常有利的 将来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科研站 来进行生物学实验 材料学实验 以及一些基础物理学的实验 所以呢 月球的位置 环境和物质 都是大有可为的资源 过去我们的当次任务呢 基本上都是各飞行器 直接对地通信 将来在月面有很多的活动设施 有工作目标 那不可能每一个都对地通信 我们会建立一个月面的工作网络 来集中对地通信 目前月球科研站 还处在论证的阶段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月球科研站 是跟国际合作伙伴一起来进行的 因为我们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我们希望对月球的探测 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实施月球科研站 为更多的国家 实现他们的探测月球的愿望 来提供机遇 月球科研站 将来一定是一个多学科 多类技术集成的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月面设施 中国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 成功地在月球探测中实施了六次任务 目前着陆月球的有三次任务 特别是在月球背面唯一的一次 就是中国长河4号 20年的努力 我们从填补空白 到进入月球探测的先进行列 探测月球的脚步不会停止 我们将继续地在月球上开展 探月工程式期 载人月球探测 月球科研站等工程任务 我想中国一定能够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为月球探测 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